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扎索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秒杀 通过前面章节的学习 我们已经把秒杀这个功能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还不完善了 我们上一节课就做了一个压策 我们发现通过压策 发现我们系统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这节课还有以后的章节 我们就逐步的完善 优化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看一下这节课主要讲的这些东西 第五章我们主要来讲 页面相关的一些优化技术 需要说一下这些技术 不光是针对秒杀这一个业务场景 也是通用了一些优化手段 主要不可能的安定中呢 一,我们会查一下页面缓存 URL缓存或者对象缓存 我们说呀 这个并发是瓶颈在输入库 那么如何来减少对输入库的防卫呢 对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缓存 通过各种力度的缓存 对吧 对大力度的就是页面缓存 对小力度的就是对象的缓存 其实不难啊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影响你 第二部分 我们会讲页面精彩化 也就是说前后端分离 什么叫页面精彩化呢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比较传统的吧 我们会用GSP GSP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前面讲的 我们用tameleaf 它也是一个 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的 但是呢 精彩化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页面 都是纯的HTML 然后呢 通过GSP 通过阿杰克斯 来请求我们的服务端 拉到数据 来渲染我们的页面 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说 即使是你做了页面缓存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的客户端 还是需要从服务端 来下载你的页面数据 但是呢 如果说你做了精彩化 那么浏览器 是可以把HTML 缓存在客户端的 这样啊 这个页面数据 就不需要重复下载了 只需要下载那些 动态的数据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说 你的网站 秒杂这个场景里面 一秒钟之内 被访问了一百万次 每次下载的数据是1K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这个流量是相当庞大的啊 所以说现在啊 为什么说 这个前后段分离啊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 包括我们常见的像VUE啊 像安库拉基础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 前端技术啊 我们这里啊 就没有设计这块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啊 给自己的去找一些相关材料来看一下 第三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 静态资源的优化 现在我们常说对静态资源 像图片啊 CSS啊 CS啊 这些有哪些啊 优化的东西 第四部分叫CDN的优化 我们也是啊 讲一下这个CDN 什么东西 对吧 怎么来用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啊 我们这两个不做太详细的一个介绍 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第一部分啊 第二部分 OK 我们直接按来看 第一部分 页面缓存 我们说 什么就是页面缓存啊 其实很简单啊 这么说吧 就首先 我们访问一个页面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直接 让我们的系统帮我们去渲染 而是说 首先啊 我们从缓存里面取 如果说 找到了 直接反复给客户端 如果说没有 那OK 我们手动来渲染这个模板 渲染出来之后 然后 再把结果输出给客户端 同时 把这个结果缓存到 我们的 像图片里面呢 下次就可以使用了 其实很简单啊 这么三步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OK 打开我们的代码啊 出这一份 我们叫5 对吧 秒杀5 把我们的4 先close 为什么要这么搞 让大家以后 好对比是吧 OK 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商品列表啊 我们今天还是以他为力的搞啊 因为这个我们又要说了 对吧 商品列表 哎 访问的是2 list 然后呢 他训练哪个模板啊 是 Who's list 这个模板 打开我们的模板看呀 TOM LIT Go's list 然后呢 哎 这也是我们的商品列表 对吧 他是那么的渲染啊 是把这个数据 直接放到我们的model里面 最终啊 是搞到这个页面上 那么我们如何来做页面缓存呢 实际上就说我们是这么来搞啊 我们应该这样吧 哎 我们返回值啊 直接返回我们啊 我们返回值啊 reproduce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啊 来看一下啊 produce text html 然后呢 这里一个 at response body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 这个时针返回的 直接就返回一个html的原点码 那么我们如何返回这个原点码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应该这样啊 第一步应该是从缓存里边来取 对吧 看能不能取到啊 这个缓存里边取什么东西呢 少到我们了 没有我们的固子 我们新建一个 比方说我们就叫 固子K 叫 比方说就盖在固子里上吧 他叫 固子K OK 从这个缓存里边 我们先去取 取到这就是这个 转移的class 这些嘛 如果说他不是空 如果说不是空啊 我们就直接返回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空 我们就直接返回出去 如果是空呢 我们就手动炫了 对吧 取缓存 这里是手动炫的 那我们怎么来炫的呢 我们之前的时候 肯定是我们这种形式的时候 是SpringBoot帮我们炫的 对不对 如果这回我们是手动来炫的 我们打开 它的SpringBoot的一个 文化文章 我们搜一下 叫ThemeLeaf ThemeLeaf叫ViewResolver 大家看一下 看一会儿 他说了 如果说你使用了ThemeLeaf 那么你就会有这么一个Resolver 也就是说 这个框架会自动把这个东西给你 塑进来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就是用这个玩意来搞的 不想讲 我们一步一步来 SpringBoot把他给 输入进来 这个是框架把我们搞进来的 那我们如何来渲染我们的模板呢 看看它有哪个方法 它应该是有个Main情绪吧 Painy 大概就是这个 就哪个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要PullSense 其实你看 其实它很简单 使用起来就是这个 首先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模板的名称 一个就是Contest 模板的名称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东西 是吧 同样是我们这个模板 Contest是什么东西 相续说 包括我们这些 115数据的一个Contest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的 它是一个iContest的类型 另外 这个iContest是什么东西 这一个对吧 这个对吧 哎 看啊 它的词列有这么多 你看我们看 这是跟我们Spring结合的一个对吧 我们就引用它就可以了 叫SpringWeb的 看这个Contest 这个ATX 看它是什么搞出来的 假如说我们拣一个 看怎么拣出来啊 看看它需要拿参数 哦 挺多参数对啊 Request Response SolidContest 哎 我们的Request Response都是有的 我们这里 哎 把我们的Request 搞进来 Response 也要搞进来 OK 它是需要一个Request 需要一个Response 需要一个SolidContest SolidContest 好像从Request里边 就可以获得到对吧 GetSolidContest GetSolidContest 还需要一个Local 一样啊 Request GetLocal 还有什么东西啊 Varible 还有一个 这个叫 ApplicationContest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我们Spring Framework Spring里面的 ApplicationContest 刚好我们这个 也可以注进来的吧 ApplicationContest 这是我们Spring的那个 Contest啊 拿到我们的Contest之后 超级啊 这里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叫 Request 我们的参数 还有一个Contest Varible送中一下 就是我们的 Model 看好不可以啊 什么问题吗 哦 它是一个Map对吧 Map的话那怎么办啊 Model不是一个Map吗 看看能不能把Model里边的东西 给搞出来对吧 AsMap就可以了 相当于我们的 参数也要搞进来了 我们把这个Contest 勾到出来之后 传给它 这样就OK了对吧 它Process之后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Spring的 再一步啊 就是我们15动物 劝着这个模板来挂什么啊 如果说 我们这个模板 不是空 如果说不是空 前提一步 我们把它保存到我们它 换成里面去 Spr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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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终把我们的Spring页面 给反过出去啊 就OK了 这一步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啊 页面缓分 我们重新 再看一下 一步 从缓分里面取 如果说取不到 我们就手动进行一个渲染 渲染完成之后 把它保存到 缓存里边去 然后把它写到我们的树里边 所以啊 我们做页面缓存样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有效期啊 会比较短 什么意思呢 搞定点啊 我们需要给它是有有效期的 假如说我们是60秒吧 快弄吧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呃 我们就说一座页面缓存啊 如果是为了防止说 瞬间 访问让过来之后 导致说我们这个 扶起压力太大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搞了一个缓存 但是呢 如果说你这个缓存时间太长 那数据的 即时性就不是很高了 对不对 比方说 有些数据发生变化了 结果 你这个列表还没有变 对吧 但是 如果说 你这缓存60秒 也就是说 你这个页面 只是有60秒的一个 缓存时间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可以融入载量的 比如说你打开一个网站 你看这个是一分钟之前的网站 对你来说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所以说 缓存就 存在那么一个问题 需要做一个执行 OK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 创屏列表 对吧 就已经 写完了 对吧 我们来测一下 好是不好是 其实 这个缓存的缓存很简单 我们之前也用过 对不对 我们取那个 Token的时候 就是把数据放到缓存里面去了 我们来试一下 上表表 重新打开一秒 对吧 OK 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 连上我们在Redis 来看一下 有没有生成那个数据 对吧 就从中下 叫goose key 叫gooseleaf to get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 HTML 就完整的我们那个页面 渲染好的那个页面 也就是说 这些数据啊 比方说 一分钟之内 多少修改 这个页面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对吧 但是 一分钟之后 是可以看出效果来的 因为它有了60秒的一个缓存 这就是我们早说的页面 OK 那什么又叫 URLG缓存呢 其实这个叫法不是很准确 URLG缓存跟页面缓存 其实说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看一下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 这里我们同样进行一个改造 看着 这个代码就很简单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一个这样 返回的是一个HTML 这里需要稍微改造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那才Response 玻璃 对吧 同样 我们也需要这个Request Response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就很简单 对吧 虽然第一步 还是 去缓存 对吧 很简单 对吧 首先去缓存 如果它不是空 就直接返回来 对吧 下部就是手中来 引用一个渲染了 对吧 首先我们来取我们的模型 业务数据 对吧 放到我们的模型里边来 然后啊 我们来 做一个测试啊 把文件代码可以出出来 对不对 搞成一个共存的方法 这回是我们渲染哪个模板 是我们的商品的详情 这个模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改一下 这个不是就固执历史了 对不对 这是固执DT的 DT 我们假设也是 60秒的一个完成时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一个固执的DT了 这里也是固执的DT OK 首先我们是先取缓存 然后手动渲染 渲染 渲染完了之后呢 输出 它用的ATML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这个就缓存 这里取的时候 注意啊 我们这两个 把这个参数给拼上了 因为不同的页面 是有不同的详情的 对不对 它的区别就在哪里啊 我们这个是没有探数的 对不对 无论任何人访问 都是同一个页面 它的力度是最大的 对不对 再来呢 我们虽然访问的是详情 但是不同的页面 有不同的详情 对吧 往一个探数来取缓它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URL的话 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OK 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详情好不好实 看一眼 和你代码 详情 跟那个一样 对不对 理解了路原理之后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 刷下硬面 商品的列表 然后点击详情 很正确的 对不对 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叫 一页面缓存 对不对 OK 这节课我们先讲那么多 下节课我们接着往后面讲 后面我们会讲一下对象的缓存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压策 看一下 跟我们这个QPS做一个对比 OK 这节课先讲那么多 对不对